那个挠就是挠的地方把它更坚实一些 你现在那个挠有点太直太柔软 这个挠 对对这个骤停的那个感觉 这是要撞出一个点来 撞出一个点来 撞出一个点 这种感觉要把它弹出来 就比如说像这个第十 这个 所以挠大家会练的时候 这个挠是属于要用万字的织法 斗腕的那种 斗腕字的 后面这个 就是他那个总体来说 这个做这个动作的时间 对你来说 时间要让他做这个动作的时间要更短 尤其是在往回走的时候 更短这样出现那个撞击的这个感觉 好吧 再来一下 注意一下这个 而且你画在那个脑上花的时间太短了 他就是 我是说这个阴的时间花的时间太短了 明白了 这个阴更长 而那个花在那个脑的时间上短 明白我的意思了 你结果 这个脑本身的时间不够短 然后整个这个阴的时间又不够长 所以这个脑的这个点 点的感觉就没有了 你想没有长一条长线 你这个点就没有 它全都变成了这么一个波浪的密集的一个波浪这样一个东西了 这回那个脑本身的时间够短了 这个很好 但是脑之间的间隔还要再长一点 对吧 你这个你看就是这个 你这样子 你把那个地方 你就脑一次以后 你在那停住了 然后再做下一个脑 就把它夸张一点 你看我看到这个弹弹这样 当然我这是把它夸张了一点 就是脑之间是有一段直线的间隔的 直线的间隔 然后下一个 所以脑是一种点状的指法 它是一个点 中间有直线 再来一下 你就从 你就弹第十小节就好了 就弹第十小节 隔足够长 它中间才是一条线 这样才把这个点给孤立出来 你要是间隔不够长 这两个 然后你那个本身那个点又不够小 它不就两个圆了吗 两个圆圈粘在一起了 你要让这个点足够小 它距离足够长 这样才是 它这个脑是点 中间有一条线 你要是本身脑就这么大 然后又靠着这么紧 它就是两个环在那 你的那个脑是 我就把它叫成反脑 有人是叫的必要 不过我们同意一下好吧 我们是往下走 然后往上回 所以你把它弹反了 你是往高里走 往下回 看到了吗 我是往下走 你是这样弹的 那都是当啊啊啊 好吧 往下走 我们同意一下 要不然那个 要不然就是 就是变扭 我们把你 你这个的叫 我们把它叫反脑 OK 反脑是往高里走 往地里回 那么脑呢 我们是往地里走 往高里回 现在是这样一个 你的T总有一种 是好像 你的手都保留在那个弦上 你比如说 你在那个T4的时候 你那个无名指还在五弦上面 这个可以 这个是T是属于那种动作 是可以手就是整个都离开弦的 好吧 那个不要把那个无名指 就是比如说最后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是T完了以后 这个手就张开了 就是就是扶在上面 这没关系 因为T这个动作也不是很多 用的不是很多 所以T是一个手 是离开了弦的动作啊 不要把那个无名指 无名指 放在 放在五弦上去T四弦 这个这个还是 很难T的很有力 对对它有一种束缚 所以T就是就出去了 而且这个后面是勾二嘛 所以这个你飞出去了以后 也能容易落下来 否则的话 你在T的时候 你还保留在上面 你后面要勾二 你还得再抬起来再去 所以这个不好 好吧 再来一遍 注意那个T T的动作 手就是离弦的啊 只不过离弦是离弦 但是不要乱动 你就是手指就出拳了以后 它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样你知道它在哪 好吧 手要离开 再来一遍 嗯 这个这些T 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去 就是记一下 你在那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犹豫啊 弹得很好 就是 嗯 就是说怎么就是让你 就是更快一些啊 就把这个就记住 你看那T的地方 T的地方完了以后 那后面 都牵扯到一个要把手放在那 所以你就把这个想象成这个T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用了T以后呢 嗯 你后面要想的就是落指啊 比如说每一个T完了以后 都牵扯到一个 大家要首先想到的就是 它在空中嘛 我要落到哪啊 要去想这个事情啊 然后把这个想清楚了 后面就到那儿就会非常的顺畅了 那比如说第10小节那个T完了以后 啊 完了以后呢 就保留指就是放到四弦 是吧 就是在这儿 啊 就是放到四弦了 当然这个这个地方就毫无疑问 是要放在二弦 那等大家弹熟了以后呢 就是嗯 甚至都用不着等到这个 进负上七上六四弹完了以后 再放二弦 你在那个过程中 你就可以先放到二弦去等着它 因为不妨碍 但是可以在那提前就放下去 也是可以的啊 当然不放也没关系 在后面这儿放也可以啊 总之前面是可以 就是说嗯 把这个意识加进去 就是 剃完了以后 就跟我们以前说挑的时候 你要想手放哪一样的 对吧 这个 剃完了以后 我们想一下这个 啊 要把手放到哪里 你看 是不是 对 对 对